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沉淀留下了无数的智慧结晶 各种珍奇宝物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封建时代的权贵们在去世之后都会将珍贵的物品带进坟墓 所以现代很多古代珍稀艺术品全是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 理论上无论是盗墓贼还是考古人员 都是想让这些深埋地下的宝物重建天日 只不过盗墓贼着实让人讨厌 只想要物质利益 很可能在挖掘的过程当中破坏文物 而考古人员则是保护性的挖掘 求的是古墓背后的学术价值 上世纪70年代 震惊世界的马王堆一号古墓出世 当时湖南长沙有一家人 想要修院子 在打地基的时候挖出来一个大洞 于是他们上报等考古人员过来 专家得出结论 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汉代古墓 墓室里的女尸历经千年 仍旧不符 宛如刚下葬 这就是心锥夫人遗体 有专业人士对女尸进行研究 发现她胃里有香瓜类种子残留物 由此可以了解西汉的饮食习惯 考古学意义便体现在这些地方 从各种文字史料得来的结论 只能在食物研究上得到验证 女尸历经千年保存完好 连古埃及的木乃伊都做不到 木乃伊没有丝毫的研究价值 我国发现的女尸 医学研究方面价值难以估量 当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融访华 提出要一根头发 回去研究 中国拒绝了 后来美国登月成功 尼克松想用月球的泥土 来交换部分尸体 中国还是没有松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